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给大家播一个简讯 就是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呀 通过这段时间的抗争呢 现在取得了一点成效 现在河南省政府答应呢 给每个储户先垫付五万元 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储户呀 可能能拿回你的钱 因为我看到他这个报道啊 他基本上是这样的 比方说你存款在五万以上呢 他也先给你垫付五万块 假如说你在五万以下呢 那就是按你的实际金额呢 先给你支取 等于说河南省政府呢 是对这次事情呢 做了一个兜底 有关河南村镇银行这个事啊 我昨天实际做了一个视频 因为是黄标 我还没有公开发布呢 结果呢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出来了 在那期视频里头呢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就是我说呀 这次河南银行这个储户呀 只要团结起来坚持抗争呢 我认为可能会出一些成绩 因为前两天有人说呀 闹也没有用啊 你看看以前那个P2P的那个受害者 我的观点呢 这个河南银行这个储户呢 跟P2P的受害者呢 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P2P的受害者啊 实际他们就是一种投资行为 那么可以说是你投资失误 那么当时他们闹 想跟政府关上关系呢 实际中间的理由啊 就是一个 也很牵强 就是说这个项目呢 是政府站台的 主要是这个 实际别的呢 他们当时签的是投资协议 那么这个风险实际是可以预见的 那么最后政府也就说了 那么政府项目也是项目呀 也可能有风险呀 对不对 你自己没有把握好风险 你现在找政府 你有什么道理呢 所以以前这个P2P的受害者 最后都是闹了半天呀 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河南村镇银行这个呢 那是不一样的 这里头大多数客户呢 是冲着这个村镇银行的利息啊 比别的银行高 就把钱存到这了 甚至连个理财产品都不算 那么这样的话 按照有关规定啊 这个银行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因为我并不是投资嘛 我是把钱存到你这的 所以为什么这次储户的这个底气也比较足呢 就是政府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劲来维稳啊 最后还是妥协了呢 确实在这块政府是完全理会的 加上这次事情呢 设计面太广了 40万的储户 400亿的资金 那么昨天710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看了很多视频嘛 在人民银行河南分行门口 进行的那个对决 那个事件实际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那个场面啊 确实挺大的 储户有3000多 然后政府找的这个维稳人员呢 有1000多 而且是分工明确 有穿白寸衣的 有穿黑寸衣的 最后呢 经过这个对工呀 还是把这些人给拉走了 当时应该就关了那个河南省越级上访教育中心去了 7月10号那天那个事件呢 虽然是政府进行了清查 我觉得政府呢 也许是被这个储户的抗争意识吧 有所震动 假如说这个储户长期不撤的话 它的维稳费用将会是多少 因为这个毕竟跟P2P不一样呀 这是老百姓冲着你政府的信用 把自己的血汗钱存到你这个银行里头去了 然后你现在不向着老百姓说话 你看给老百姓给红马 还对储户进行打压 那么老百姓的这口气呀 也是平不下去的 所以他们就是出了这样一个策略 先行垫付5万元 实际呢 中共的这个策略呢 也是挺高明的 他这样子先行垫付5万元呢 可能就会把90%的储户呢 给打发掉 因为中小客户还是比较多嘛 最后余下的那10% 可能才是占这个资金大头的储户 但是这些人缺少了中小散户的支持 他们还能闹出什么事情呢 所以中共这个先行垫付5万元呀 还是挺高明的 一方面呢 收买了民心 第二个呢 这个事情就可以说平息了 你把这90%的中小散户一弄走 那些所谓的大户呀 真是翻不起波浪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吧 我觉得这次河南银行这个储户啊 能这么团结一致来跟政府抗争呢 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都不抗争 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这个事呀 应该被中国的老百姓所借鉴 一旦出现这种事情以后啊 一定要团结一致抗争到底 还是可以争取了一点利益的 那么政府他现在是这样的答应的 最终他这个垫付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看后续的报道 另外呢 就看那些大货啊 最后能不能挽回一些损失吧 那么这条消息呢 就给大家报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